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我現在身處在北京的清華大學 我這幾天就上了來清華這裏 去到上課 難得進來 當然要拍攝清華大學裏面的校園環境 來給大家看看 因為清華大學是一所很有歷史的學校 1911年的時候已經建成了 現在我後面這個 就是最初時剛起好的清華大學校門 後來建了一個正式的擴建之後 建了另一個校門 這個學校門口就會變成另一個名叫二校門 就是第二個校門 變成不是第一個 每一個來到清華大學的人 都會來到這裡拍照打卡 因為這個建築風格也是非常漂亮的 上面還有一個寫著清華圓衫的字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因為這裡除了有一間大學之外 就像一個花園一樣 栽種了很多的鮮花 未必每一朵花 它的成長都會同一個高度 但起碼每一朵花都有機會去種放自己的色彩 經過這個二校門之後 我們走進來這個範圍 就是我今天想帶大家去看的範圍 主要都是一些比較有歷史的清華大學的建築 其實清華大學佔地面積很大 除了有些有歷史的建築物之外 不過這個就不是我們今天主要想看的對象 因為進來這裡看到一個大草坪 是非常漂亮的 這裡周邊全部都是一些有歷史的建築物 這裡有一個設置 是古代看時間的裝置 很多人圍著在這裡拍照 這個裝置的名字就叫做日規 這個日規就是古時候的人 用來看時間 看看太陽射到下來的位置 在哪裡判斷當時是一個什麼時間 現在在清華大學裡面的這一座日規 它就是明朝的時候已經有了 經過很多年的轉折 最後就搬來清華大學這裡去定居 這個日規除了會在清華大學這裡可以見得到之外 另外在北京還有另一個 也是很多人去觀看的 就是在這個故宮博物館裡面 在皇帝的太和殿外 也是同樣有一個日規 就是可能被太監公公報時給皇帝去聽的 我來到的時候 其實是這個清華大學剛剛準備開學的那個時期 到處都有很多歡迎新同學的標語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個清華的新同學 我們看完這個日規之後 在這個大草坪的旁邊 就有一個古建築就是清華大學 它原本開學的時候 創校的時候的那個主體大樓 上面現在都寫著清華學堂三個四個字 大家來到這裡也是一個必定要來打卡的地方 現在這個原清華大學的校舍 最古老的這個就是用來做學生的自修室 不是說隨便可以進入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最舊的清華大學的主體大樓 其實它都保存得很好 它的窗還是一些舊的窗 是用木造的 是一些木框的窗 雖然有少少退色 但是都未至於去到爛的 保存得不錯 現在這個清華大學 它有了新的主體大樓 跟這個是差很遠的 是高大很多 好宏偉 雖然不是最現代的那種設計風格 但是都起碼新過這個很多 裡面的設施 亦都是比起以前一百多年前 在清華大學的那些新生學子 是幸福很多 起碼有冷氣 然後在這個大草坪一直網 我們會看到一個大禮堂 這個大禮堂 看到它的設計風格很西式 它是一個羅馬式和希臘式 結合而成的古典建築 這個建築門口的石柱 是用了一種風格 叫科林斯的設計風格 以及柱頂的窩型裝飾 都是很有古希臘的情調 今天很幸運 還在清華大學這裡看到有蟲鼠 不過我的相機實在太慢了 捕捉得 捕捉不到蟲鼠的身影 爬了上樹 而講起這個清華大學早期的建築物 這裡有四大建築物 不可以不提的就是這個科學館 現在科學館外面寫著高等研究所 用於數學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研究所 或者叫科學館 用了一個紅磚牆的設計 來建築 而門口上有一塊牌匙 寫了英文 寫了Science Building 這個建築物 U寫了V 因為以前英文來說 V和U都是同一個寫法 同一個字 而對我們中國來說 更加有一個最大的意義 就是清華是一個印獄科學家的地方 在這座科學大樓裡 走出過70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 而在科學館的旁邊 就是我身後的這一座 現在就叫做二教大樓 它的設計風格和科學館 都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呢 在曾經清華大學的歷史裡面 清華大學是搬遷過的 搬過去湖南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就正值 我們中國一個很相感的時期 因為那時候是日本侵華的時期 後來是抗戰勝利 所以清華才會搬回原址 但是呢 這一座建築物 二教大樓 在日本侵華時期 曾經發生過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因為當我們抗戰勝利之後 清華回到原址 然後發現 這個二教大樓 在侵華時期的時候 曾經被日軍 拿來做一些科學實驗 而在這座二教大樓的地下室裡面 還找到很多我們遇難的同胞 而那些遇難的同胞 全部都是被日本人 無情地拿來做一些 化學實驗的實驗品 所以現在這座二教大樓 聽這裡清華大學的教職員所說 曾經罵過一些傳聞的夜間 所以夜間的時候 都是不開放的 除了是民國時期的建築之外 其實在清華大學的校園裡面 都有一些更古老的建築 就好像我現在隔離的這個 它是清朝時期的一間王府 即是王爺的府邸 後來現在做了清華大學的新聞傳播中心 已經不可以進去這個 這麼古老的建築那裡參觀 我們只可以在門口那裡 拍照打卡 做得王爺的府邸 風景一定很好 現在我們沿著旁邊的那條路 就走去一個非常之好風景的地方 而這個地方 還曾經是好風景到 清華四大文人之一的朱自清 都在那裡作了一首詩 那首詩是什麼詩呢 叫什麼名字呢 沒錯了 就是河塘月色 這個王府的建築物後面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河塘 這裡有很多河葉 上面也是開了少許的花 可能我們現在不是一個很好的季節 但是呢 它是很季節的時候 開了花 大家會看到 在范綠的湖面 和一些河葉上面 就會有一點點紅 的確是挺有詩情畫意的 那這個河塘的旁邊 剛才我們說了 有朱自清的那首詩 河塘月色 河塘的旁邊有一個亭 這個亭的名字也是現在叫做朱自清亭 正正在這個河塘邊 所以當時應該朱自清 就是坐在這個亭那裡 來作了一首河塘月色 說到清華大學的話 我們也不可以不提提文一多先生 大家看到文一多先生的石像 下面寫著文一多教授 清華大學裡面的師生 每個人都很敬重文一多先生 除了有他的石像之外 這裡是清華大學 剛才那個河花池上面 還有一個亭 這個亭就叫做文亭 用了文一多先生的文字 是在這裡命名的 這個亭就是為了 好像我們讀書時期 上落堂打鐘聲的時候 他真的有個大鐘在這裡打響 說回文一多先生 他在我們中國動盪的那個時期 因為眼見民國政府無所作為 所以他就像我們KOL一樣 走出來發聲 然後就繼而被害 說清華大學這裡是一個花園 真的沒錯 因為清華大學這裡 周圍都種了很多花 有很多玫瑰園 周圍都有很漂亮的玫瑰花 現在我們就穿過這個玫瑰園 穿過這個玫瑰園 周圍都是綠樹林蔭的路 蠻好走的 旁邊的這一座 就叫做新水利館 都蠻雲偉的 蠻大座的 像L型的 這個新水利館有什麼威水史 以及有什麼名人呢 玫瑰園旁邊就曾經栽種過一伙 我們中國的好種子 那伙種子長大了之後 後來現在全國的上下都會稱呼它為胡爺爺 大家猜一下是哪位胡爺爺 胡爺爺以前都曾經在這個新水利館這裡 度過他自己在清華求學的那段快樂時光 在新水利館旁邊還有一個電機館 現在就叫做新聞傳播學院 這個新聞傳播學院 以前都出過一位國家領導人 就是朱總理 原國家總理朱鎔基先生 清華大學真是一所 印度了很多我們中國 方方面面人才的一所學府來的 沒辦法用一條片的時間 今天就帶大家走這個美麗的學校 因為清華大學佔地的面積都是非常之大 我們平時在這裡上課 我們進了學校門口之後 要去到上課的地方 如果是走路的話 我想都要走四五個字進去 幸好現在我們中國很方便 很多城市都會有些共享單車 所以我們都是踩單車去到上課 但若然有人是駕駛上課的話 其實清華大學都可以駕駛上課 只不過在清華大學裡面就要小心了 因為這裡我暫時見過一間大學 可以在大學校園裡面的路 都有測速相機 拍到一樣會是罰錢和扣分的 所以在清華大學這裡 就算駕駛上課也千萬不要超速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也都差不多完結了我這個暑期的課程 我很開心自己可以身處在一間 我們全中國最頂級的大學府邸 去讀一個最短期的課程 希望我們學到的東西都可以用在我們身上 發揮我們對國家的貢獻 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